浪姐3淘汰结果泄露 女星归属地城关键线索 一细节暴露淘汰真相 作为现在热度最高的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3 自从开播之后就引发全网热议 尤其是在王心灵的突然爆红后 浪姐3的收视率更是连连飙升 连续四天播放量破译 首播就掌握了全网600家的热搜话题讨论度 只是任谁也没想到 作为综艺选秀鼻祖的芒果台 这次在浪姐的淘汰人员上居然翻车了 要知道作为一档具有淘汰机制的综艺 观众们除了喜欢姐姐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外 最关心的就是谁被淘汰了 谁能安全进入下一轮公演 而芒果台在淘汰的问题上一直都备受争议 那些唱跳巨佳实力强劲的姐姐 她也能毫不留情面地将其淘汰 只留下那些话题度和热度较高的姐姐 只有这样才能让芒果台的节目一直备受关注 只是这次芒果台的压错保 险些将整个节目都赔掉 第二期就看到了王心灵的更多镜头 只要王心灵能够一直保持住这个石头 稳步进入成团名单绝对不是问题 而就当全网都在讨论谁会成为芒果的气子时 她却因为微博的一个功能彻底翻车 浪解淘汰名单成定局 微博IP接内幕 芒果连夜修剧本 芒果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次居然会栽在微博的手上 本来设置IP属性这个功能 是为了整治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方便堵住这些不法分子的口 可网友却直接用这个功能 监视起了芒果台的姐姐们 要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 姐姐们都被圈在了湖南 要是擅自离开 会遭到很多不可控因素 岂有可能会延误下一期的录制 所以除非是已经确定被淘汰了 否则姐姐们绝对不会轻易离开湖南 而针对姐姐们的IP属性 网友们经过一番验证 发现27个姐姐的IP属地都在湖南 只有三个姐姐除外 他们分别是郭彩杰 吴诺仇和胡姓 除了胡姓之外 其他两位可都是专业歌手出身的呀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淘汰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明 这三人就是被芒果放弃的姐姐 但也有网友表示 只要王心灵还在湖南就好 其他人并不怎么关注 不过芒果台具体要将谁淘汰 还是以节目的实际播出为准 毕竟连夜改剧本的事情 他们也不是没有做过 再加上大家也是第一次注意到IP这个事情 准不准等节目开播就知道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